这床这个架子本来是应该焊在这个上面的 它俩是焊在上面 然后这个是固定 这个架子是固定在这个支架上面 然后结果这个焊掉了 掉了 所以这个支架 然后就每次都要掉 这个支架是 你这个床用了多久以后就支架掉了 这个支架用了大概两个半月吧 周先生在杭州冰箱一家单位上班 他说这张折颠床是午睡休息用的 淘宝的订单页面显示 去年11月28号 他在一颗柠檬旗舰店里买了这张折颠床 花了299元 上个月22号 他向网店客服反映 折颠床的支架脱落了 网店客服提出可以补发一个头部框架 我跟他说 你确认你给我发这个头部支架 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吗 但是他说可以 实际上这个支架两天前才到 朱先生说 因为之前迟迟没有收到网店发来的头部支架 他就向淘宝客服反映情况 客服3月6号给朱先生发来文字回复 其中提到淘宝已核实交易 支持退货退款处理 退货运费卖家承担 烦请您24小时内 先垫付油资退给卖家 双方的沟通记录显示 当年晚上8点多 朱先生留言说 我需要时间准备纸箱 将会一下周寄给商家 淘宝客服人员没有直接给出回复 24小时内您有时间把这个折腊床寄走吗 其实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寄出去的 所以我当时马上就下了一个中通的快递的单子 然后但是中通的小哥跟我说 对于这种大件来讲 他们没有包装 他们快递公司是没法发的 双方的沟通记录显示 3月8号上午 这位淘宝客服人员回复 何时宁逾期未寄出 故申诉做结束处理 朱先生对此不能接受 一直在向淘宝全国客服反映情况 大件商品来讲 你要限定我一定要在24小时内寄出 对于这种大件商品 我是需要比如说那种包装 然后可能还要找那种快递也没那么容易 4个小时后就跟你留言了 我仍然是最开始的要求 就是我要把这个货退掉 退货 然后商家退款 然后所有的快递费用 由商家来 由商家或者淘宝来负责 记者注意到 在这款折叠床的商品评论区里 有不少顾客在吐槽自己的遭遇 有人提到 发的货床框架是坏的 要求退换 客服说是补发零件就可以 补发的零件还是坏的 这家一颗柠檬旗舰店 只有在线客服 没有联系电话 记者用朱先生的淘宝账号 给网店客服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在淘宝客服人员 3月6号给朱先生发来的回复中 提到一个收件地址和手机号码 朱先生当场拨通了这个电话 已经三个月了 那你按照平台的规则 如果平台那边能退的话 我们就可以 具体的你联系商家吧 你不是商家 你是谁 我也不是商家 平台如果退货的话 找一家帮你联系卖家 各种选商处理 在24小时之内 电话回复你协商的结果 好 你3月8号到现在3月16号了 都过去多少个小时了 明白了 就是商家他如果经常回复 也会提前跟您联系的 你们平台关于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规定吗 要求客人24小时之内 必须寄出商品吗 我们这边已经给您记录下来的 然后我们会与消费者联系 然后了解相关情况 尽快给出处理方案 朱先生后来反馈 他已经收到淘宝平台 退还的299元货款 折叠床怎么退给商家 谁来承担运费 他还在和淘宝协商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